老一輩喜歡一大家子 很有儀式感 所以春節的時候排隊拍照 我是第三代 要算時間也有108年了 慢慢來 笑出來 1、2、3 笑笑來 以前照張像其實也不容易 哪天去拍照 大家都要準備一套像樣的衣服 頭髮粗得整整齊齊的 把這個美好的形象留下來 送你去上大學 送你去餐巾 參加新的工作崗位 藉著這個喜事 拍張照片 以前就是木頭的照相機 鏡頭都是進口的 買貴的 當初買臉鏡頭要8000多塊 8幾年 可以在西郊買一套黃紙 我們一家子 歡祭一場1976年春節 所以春節的時候 是要排隊的 體現一個家庭的積合點 在這個作品上 選擇了一個照相館 作為它的場景 其實對於每一個人 每一個家庭來說的話 他們都會有一張人生裡 特別重要的照片 這個場景裡 找到屬於你的那段回憶 忽然享受 孤獨的 情擾了 淡少了你 讓我寂寞 卻又惶恐 二、三 叫下來 爬成就耶 今天特地來到 我們前作最老牌的 羅科照相館 來請老師給我拍一張 錢家糊 來請 整整齊齊地生活在一起 過年呢 拍個錢家糊 來祭奠 這是一個活性 有中國傳承的美好記憶 過段時間來看 感情色很好 可以也會一起 那我們希望有一首歌曲的 有一種溫情像 可能下街與觀眾之間的 情感不明 對於喻可維來說的話 真的是她唱這首歌 太適合了 輕描淡寫的那種 那種很真誠的感覺 她把這首歌 好像做了一個穿越 在聽完這首歌的時候 你可以看一看爸媽 你跟他聊一聊他們的過去 他們的故事 我們一生當中 會經歷很多很多坎坷 但是都是為了和自己愛的人 家人 能夠聚在一起 打到敢也 沒有妙子 在兩位補充 音樂 但找到搭基地 不自然 那天 在家人 照相